另外一聽喔 我問阿波老師的是 優冠它的木霉菌跟米粉已經擴敗好洗了 但是呢 它想要使用在這個肥膚的面臉 因為呢 它之前有聽老師說過 可能可以這樣一口 或是這樣一勺給它灑下去 想問老師是直接這樣壓下去 還是說要窩空來使用比較好 這一般你可以 當然最好的一個方針 就是可以跟它含陶 去叫叫的 譬如說直屑 去叫叫的 下去蒸 這是最好的 不然就是你蒸的那個地方 你可以蒸的那個地方 用養的 用養的 把養帶這個館頂 這應該是一個很容易去操作的這個做法 你就是跟它當作像在補背這樣 去補一下補一下 補一下這種這個 這個效果也相當的這個好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個大概是這個處理的一個方釋 那麼 有時候我們很多這個工作 你會說你若是我們這樣發起的那個量座 你會搭一塊 譬如說你若是縮角度還沒蓋 你會搭一塊 你可以去搭一塊 去把它營 或是說有的人是發災的時候 他把他敲在這個背翁頭裡面 譬如說你若是沒有用米空去發過 那你會搭去把他敲在背翁頭裡面 下去跟它發 啊這通常對這個木霉菌 對這個根腐病 筋腐病 筋腐病 白筋這種的這個 這個我們通常在說的這個 一些類似像疫病啊 還是說這個 Racotonia 這種的 這種的白癌 那麼這種的特別 利夫斯核菌 還是說像這個根腐病 筋腐病 就是這個 利夫斯核菌這種的這個情形 那麼這通常像在這個應財 像在這個應財呢 它也可以 像這類的 它都有這個 因為它有的是利夫斯核菌 譬如說革溫 革溫的時候它是一種 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情形裡面 我們都叫這個根腐病 都是冷靜 但是有時候它應財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會可以用這個木霉菌來營 那麼一般來說 這個效果呢 就相當的這個好 這大概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是這樣 那麼你把他操作的時候 像在落油肌肥這樣也會適合 當然是不可能稠分 那麼這個效果上的這個通常 是真的 你一段時間過 譬如說落後 你可以在那個漲 那個漲 譬如說我們蒸的時候 你有蓬索後部嗎 漲殼那個地方 你可以再去補一遍 譬如說我已經蒸的時候 有用過一次 現在過一站 我們再去補一下 補在漲殼那裡 再去補 補在那個空裡面 這這樣起來呢 定義他一段時間 這個效果呢 這個雞精合適 這樣 所以這個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的 這個基本上呢 那這個做法 這讓你先做一個參考 那麼這種的應用呢 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可以去奉在這種暖金的一個情形 有的說 這個疫病什麼 這木霉菌下去 其實木霉菌 我們請請在節目裡面 都跟我們好朋友說 說木霉菌其實很好用 但是 它是真菌 所以你如果是要用到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是說 要讓效果比較好 可以用米坑 先用米坑 讓它乾式發酵 稍微讓它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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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稍微發酵 其實米坑直接用 在作物裡面 對作物也沒有什麼影響 它的發酵慢慢的 不會影響很大 我們如果是用木霉菌 再發酵 再發酵 開酵的效果 非常好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所以這特別對這個根腐病 我們聽聽聽說 這個根腐病 根腐病 其實根腐病 在作物裡面 大概有1 2 3 最起碼應該有3種 這個根腐病 譬如說 細菌性的冷靜 這種 這種叫做 癖性 這類的細菌性的根腐病 還有一種是 增菌性 增菌性的 有時候 是因為 連胞菌 來引起的 腐沙淋 這種來引起的 冷靜 還有一種是 疫病 加到 這種 卵菌鋼 這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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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腐病 這大概有3種 這類的 不一樣的 筋腐病 那麼 他如果是在筋 有時候比較高 就叫做 政肌腐 所以這 有時候等你看到 都沒什麼好 都沒什麼好 常常都會去 困難 或是怎樣 有這種的 經營 所以我們如果 可以去 用一些木霉菌 這特別的 在烏肌的 時尊 不要讓他吃水 如果有配合 木霉菌 稍微用一下 那麼 這個效果 這就 非常好 那麼 很多 就是說 有很多 都叫做 這張木霉菌 應用 這其實 效果還不錯 如果是說 用在筋的 這個部分 就說 對這些 這些雜用 你不能說 斬它 就都已經 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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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困難道 你說 要把他灌 灌 要把他灌 灌 灌 這個效果就很厲害了 就是說 不要說是去 這樣就已經 最厲害 別說 因為這種 一個 這個 這個 就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 不太容易 所以這才可以 讓我們好朋友 是要知道 一個就是說 蘇生的可以去移工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你毆坑 這是比較麻煩 但是你會靜下來 你會把它放在那裡 那裡 那也沒問題 那如果說 量有夠 你一陣子過 比較大張 你開花 如果看到一半張 要有這個 你也可以 要有這個 可以再補一遍 因為自己做的 有這個好處 我們自己做的 有這個 很大的好處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部分來說 就是這樣 那麼 為什麼說 漏漏天 那次用這種東西 漏漏天 這個病害根腐病 這個利酷斯核菌 這個病害 還是說 菲薩蘭 這都會比較嚴重 這種東西都會比較嚴重 這個時候 我們用木霉菌下去 它剛好有溜 對不對 有溜 木霉菌在發起來 還有我們還有米痕 在發起來 這個速度很快 所以這個效果 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是已經不怕 麻煩了 已經怕到用米痕 割肥這步 你可以 準備多用一些 譬如說 你不一定一次用很多 因為生長 你一手就好了 到過一段 再用一段 那麼 這個可以有一個 很好 會有很好的 這個效果 所以這在這裡 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下了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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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